6月8日至9日 第14届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召开 本届论坛的大主题为 全球基隆开放与合作 引导经济复苏的新动力 围绕如何加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基隆合作 如何通过基隆政策进一步为企业纾困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如何在促进经济复苏同时 避免刺激后遗症等重要问题 展开讨论 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在陆家嘴论坛讲话 表示证监会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监管 将持续加强市场交易行为的监测监管 做好对量化交易等新型交易方式的跟踪分析 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规行为 坚决予以打击 切实维护良性健康的市场秩序和生态 一会满表示 近期股票波动有所加大 板块热点轮动加快 关于量化交易市场公平性 资金短线炒作 行业机构责任等讨论增多 一会满还表示 要创新方法突出重点 稳妥 有序化解债券违约风险 持续加大对位私募 地方交易场所等重点领域风 显得整治 稳定和提振市场的信心 守好底线 全力维护股市 债市 期市的平稳运行 一会满并称 依法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强化股票 债券 基金 期货 协同监管 继续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和市场乱象 当前 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 系统性 进一步增强 将与相关方面共同加强宏观研判 密切跟踪分析国际金融市场的输入性风险 完善跨市 厂 跨行业 跨境分析监测预警机制 不断提升风险应对效能 感谢观看